您知道胎儿在妈妈肚子里让一点一点成型长大的吗? 您知道宝宝在出生前都会做些什么吗? 不同的孕周里,妈妈和宝宝该如何互动? 借助最新的思维影像技术, 健康之路带您近距离窥探胎儿奇妙的旅行,尽情关注。 健康之路 医生天天来帮助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孕育孩子的过程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到底是怎么样长大的 其实宝宝在妈妈的子宫里面的行为方式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现在有一种四维超声波扫描影像技术 能够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段神奇的影像 这是我们看到四维超像的宝宝 宝宝快打哈欠了,现在 这是打哈欠 扣鼻子 在拳击,在踢妈妈的肚子 小脚也在踢 你看,表白的表情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里看到 喝水 然后这是赤手指 对 如果不是科技的这种进步 可能准爸爸妈妈们没法想象到发生在子宫里这神奇的影响 是,所以我们的节目就跟您一起来感受生命诞生的奇妙旅程 一个成熟健康的男性精业中有五亿个精子 进入女性的阴道后 这个奇妙的旅途就开始了 从阴道开始 他们经过宫颈进入子宫 来到输卵馆 在这里 女性的卵子也就是人体最大的细胞 在此宫后 对精子来说 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 只有少数能够存活下来 在实际受孕前 可能需要十个小时的时间 第一个找到卵子的精子 是最强壮最合适的 第一个钻进卵子的精子 就是胜利者 这时候 两个细胞核融合 卵细胞受精 这就形成了新生命的第一个细胞 瘦精卵开始旅行 沿着输卵馆 向安全的子宫行进 瘦精后的一天 瘦精卵第一次分裂 分裂持续 细胞团来到输卵馆 四五天后 一个小球 我们称为桑胜胚 生长到一百个细胞 就开始分成两套 外层细胞成为胎盘 而内层细胞成为胎芽 七天以后 桑胜胚经过输卵馆 到达子宫 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 都要待在这里了 胚胎开始成型 第三周内 胚胎还没有针头大 层层包裹 形成一条长形的管子 管子的顶部发育成头部 下面发育成为身体 头看起来还不像头 但是第十五天 神经细胞开始发育 形成脑部和脊髓 完全暴露在外 还没有皮肤和骨头的保护 仅仅三周 胎儿就有了一套 神经系统及心脏 这样就能够为它 小小的身体提供养分了 四周后 胎儿还没有一颗豆子那么大 每天生长一毫米 头上的黑点是它的眼睛 微缩的担心是 每分钟跳动八十次 每天都会跳得快一点 躯干上的胎牙会发育成手和脚 细胞组织从四周发育成面部 太神奇了 真的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科技 我们很难看到在妈妈的体内发生的这一切 今天的演播室里面有很多的道具 这其实是一个胎儿在母体内成长的一个过程 我们今天很高兴在演播室为您请到的是 北京协和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邓成燕教授 邓医生您好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精子 然后去跟一颗卵子相结合 应该受用的几率很高 一个女性她在一个周期排卵 以后她一个月就排一次卵 那么排卵以后 卵子大概可以活24小时 那如果你在这个24小时 如果之前精子在这等待也可以 或者她刚排卵精子就来到 在苏蓝管理和她相遇的话 那么也是有机会受孕的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那就很难了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 但是其实这个精子和卵子结合的过程 除了要有时机 时机要好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卵子一生只有 300个到500个那么多 一个月就 理论上应该就排一个 对 但是精子在体内是可以存活72小时的 就一般的来说 她能够在女性的体内存活72小时 她可以等三天 她可以等 她可以等 约会的时候 男的可以早到一点 对 可以等 可以等待三天 人家妈妈肚子里边的时候 男的就得等到时间 对 那如果 所以呢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安排 一对夫妻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我们建议是一个星期应该有两次 我就每三天一次新生活 那么不管你什么时候排卵 你都不会错过她 都有可能 对 都有可能 就是有机会去受理 我觉得我有一点问题 特好奇 就是什么样 就哪一颗才是跑得最快的 然后才能跑到那去结合呢 并不是最快的 就是最 不是最快的 谁笑到最后 是谁笑到最好 对 因为你当时这个卵子表面 还有很多颗粒细胞 就是她要穿着厚厚的衣服 那么就需要精子 用她的头上那个顶底霉 去溶解她那些颗粒细胞 那成千开始一批上去了 上去以后溶解完 她就死掉了 然后剩下的再上去 所以最出名的人 往往是等到最后 司机成熟的时候 然后她再去跟这个卵子结合 所以当一个新的生命 形成的时候 是我们都觉得 那是一定是最棒的 对 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就是受孕的这个机会 不是留给跑得最快的 不是四肢发达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中 始终在强调时机非常重要 对 但是这一个精子 经常开办要说 它不是007 它不能就靠一个精子 直接进去 它是需要一个团队 然后一起共同奋斗 最后它把红旗插在了 所以人类是一个 社会性的群居动物 从我们受孕的那一刻开始 就是集团化作战 对 而且在人生的这个起点 就在经历的优胜劣汰 最优秀的那个被保留下来 我觉得就在这里 顺便说一下 因为这个受孕真的是很奇妙 但是也是很幸运的 所以当你一旦受孕的时候 你要珍惜这颗生命 不要随随便便做人流 我们刚才在那个短片里面 还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词叫着床 是什么意思 主要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生殖器的模型 同房以后 精子从弓腔里 然后游到苏蓝管里 在这个地方 等待着和卵子相遇 那么当你卵袍成熟排卵以后 这个苏蓝管的散端会捡这个卵子 然后卵子进到这个苏蓝管的虎腹部 也是最宽敞的地方 在这里和精子发育成培胎 然后呢 慢慢的一边发育 一边分裂 一边往工腔里面移动 旅行吗 一边是旅行 对 那这个过程差不多需要五六天的时间 然后当它回到工腔里的以后呢 它就要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把自己的根扎下去 这就要种植 就这一瞬间 就是种下去 这个过程叫做着床 然后着床以后 就种植在这个子宫内膜上面 大部分是喜欢种在这个天花板上面 就供异这个部位 在上边 对 这个地方的土地最肥沃 我们这基层比较厚 把根扎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刚才通过了这个短片 然后还有两位的讲解 我们知道了生命最开始的时候 经过这样一场有目的 有方向的赛跑之后 然后慢慢慢慢的一段旅程 到了妈妈的子宫里 然后着床 开始自己生长的这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 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接下来几周胎儿继续生长 越长越像人类 胚胎儿到现在生长了六周 大概有两厘米长 整个身子差不多可以被塞进胡桃里面 几天前还是黑点的眼睛 现在已经变得很亮 只是没有眼瞼 看不见东西 而且分得很开 跟身体相比 脑袋还是显得非常大 就算出生后 脑袋还是占婴儿躯干的四分之一 直到现在胚胎可以独立通过卵黄囊吸取养分 就像一个用脐带连着的漂浮的气球 最初的几个星期 为小胚胎创造出养分和血细胞 两个月的时候 卵黄囊变得多余 最后萎缩 喂养的关键工作 就由胎盘来承担 胎盘形状像肝脏 位于脐带末端 镶在子宫壁上 胎盘是胎儿在母体内的后勤系统 是一个非常好的血管网络 直达子宫壁上 就像树根从泥土中吸取养分 胎盘从母亲的血液中 吸取胎儿生长所需要的食物 氧气和水 再传到胎儿的血液中 母亲的饮食使血液富含养分 通过脐带流入胎儿的动脉 胎儿所不需要的东西 被胎盘吐出 送回到母亲的血液中 对母亲来说最初的三个月非常不舒服 您桌子上的模型应该现在进行到哪一个模型 现在是五到八周那一段了 现在对呀 是五到八周 这随着韧成月份的增大 子宫基层变得越来越厚 孩子也越来越大 这个是血流 接下来有一张图片要展示给大家 这是1965年美国生活杂志上刊登的瑞士摄影师 伦纳特尼尔森拍摄的正在发育当中的胎儿图片 但我相信各位你们绝对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胎儿 来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头部 这是两个鼻孔 然后这个是个嘴巴 然后眼睛还是在侧面 我们怎么会是这样呢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么丑陋的 然后长大以后才变成帅哥美女 怎么回事 其实从组织学的发育上来讲 这个整个的人的组织和器官都是从两侧向中间逐渐发育 然后最后这个弥合在一起造成一个比较 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面部 包括其他的一些器官也是通过这样的 从外周向中间的这种弥合 从两边往中间的 如果见过纯烈或者恶劣的小孩 就会觉得可能有一点像 那么我们两侧的这个纯的这个脊 融合的话就会成形成我们一个上纯 明白了 它是一个往中间长的过程 我们讲到融合 往中间长长长长长 没融合好 中间漏个缝 如果纯没有融合好 我们说纯烈 那么如果上和没有融合好 我们就要恶劣 如果都有的话是纯恶劣 您刚讲到融合 就是这个融合的过程 除了纯恶劣 可能这些要会出现 还会出现 尿到下裂 这些脊柱蓬出 还有什么 包括还有一些我们肛门的闭锁 闭锁 阴道的闭锁 很多人都说 就是这会儿不能吃兔子 吃兔子肉就三瓣嘴了 那要是吃鱼就长得像鱼 不太可能 这个时候您提醒这些孕妇 准妈妈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就是当你一旦发现了怀孕以后 那你就要更加注意自己的饮食休息 但尤其是在 就是怀孕的三周到 就是陪胎的三周到七周 就这个时候 是非常敏感性 对一些有害物质的避免去接住它 就避免去这些有影响的地方 温度升高也不行 不要泡温泉了 别去泡温泉了 您刚才说到这个神经系统发育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准妈妈在怀孕之前 都会补充叶酸 说叶酸是能够帮助我们 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 因为这个有一个学者 他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 就是一组用叶酸 一组不用叶酸 结果呢 结果就是用叶酸的这个畸形率 明显的就会降低 那么现在这么多年的 这个叶酸的这个文献已经证实它 它是可以降低 比如说这个脑 无脑儿或者脑肌膜膨出 就是神经系统畸形 胎儿的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 另外还有一些泌尿 甚至到了一些畸形 它都可以降低它 而且建议是准妈妈从准备还孕前的三个月就开始补充 使你的这个基础水平相对要高一些 好了我们继续这个生命的奇妙里程 现在我们要跟那个宝宝一起进入它生命中的第三个月了 看看它有什么样的变化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神经系统发育得很快 遍布身体 个体在母体内的九个月中 神经系统平均每分钟造出2500万个神经细胞 大脑的连接还在发育 大脑还无法控制胎儿的活动 胎儿的活动还只是无意识地抽搐 大脑也还无法控制心脏 但是心脏还是自动连续地跳动 从三周的时候开始 心脏就有了跳动的速度 开始心脏虚弱地跳动20到25次 现在心跳的速度加快 达到了每分钟157次 虽然一岁前它还无法行走 但是它的第一步是在十一周的时候 在子宫内卖出的 四维扫描显示 十一周十二周的时候 踢腿伸腿 这被称为脉部反射 当它的脚碰到子宫底部 神经系统触发腿部肌肉自动反应 子宫内还有很大的空间 供胎儿蹦上蹦下 它把子宫壁当成一张蹦床 六周到十一周 可以看到整个运气最富戏剧性的转变 胎儿经历一次变形 比原来大了差不多五倍 造出了超过两百个不同类型的细胞 肌肉和神经在静卵 有一个肝脏 两个肾脏 一个胃 还没有一粒米饭那么大 人类所有的器官都齐备了 却仍然只有七厘米长 第三个月的时候 妈妈的肚子就已经老百姓讲叫显怀 怀孕了三个月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孩子长得像人了 之前我们说孩子还叫胚胎的话 在这个阶段开始叫胎儿 胎儿 对 已经是长得很像人类了 但是呢 就是他的头是比较大的 头很大 但他的四肢就完全像一个人 这是一个胎盘 种植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时候所有的器官什么全部形成了 是什么样的就已经形成了 不会再改变了 其实准妈妈在这个十二周的时候 是可以做第一次避超了 有些人到这个时间的时候 做了个超生 发现还没有胎心 那可能会出现胚胎停育的问题 可能到了十周十一周 一做孩子还相当于六周或者八周的 发育不长了 这种时候 心跳停止了 那么胚胎停育 百分之七十是因为孩子有问题 我们可能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 但是您刚才讲的那个很重要 有太多太多的人 在全国各地的妇产科医院 去找产科专家说 我怀孕了 我该怎么办啊医生 其实我们的朱祖辈辈 能够繁衍五千年 应该人类有他自己的一个筛选 那个过程 而且大自然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淘汰制度 所以当你能够顺利的认成下去的时候 不要过滤 那么当你怀孕的过程中 你也用不着去担心这个色线 那个色线 它只会增加你的忧郁 你一忧郁 一紧张 你的身上线就会分泌 那么对孩子反应会不好 一个情绪因素 对 是影响组织发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你不用很紧张 就像其实很开玩笑说 我当时提外话 一个癌症的病人 如果他特别恐惧死亡 他可能很快就死了 如果一个人很乐观 他每天快乐的去 他既 机体自我的修复 和机体自我的保护 他会战胜这一切 对 关于今天的内容 还有很多是大家需要了解的 所以你想知道 我来问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 快速问答的环节 请问如何准确的制造排卵期 一般是据下次月经前的14天左右 有观众问 刚怀孕的时候并不知道 结果误服了感冒 药影响大吗 只要看这个药物 分明书上写的 这个药物会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 请问受孕多少天 可以通过尿检查出怀孕 一般的来说 如果你这次月经过期了 没有来 就可以去查一次尿 有网友问 已经怀孕40天了 但是B超检查 没有发现子宫内有胎儿 这是怎么回事 那只要高度警惕 你的会不会是公外孕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血液就是已经阳性 宫腔里没有胚胎 就要高度警惕 会不会公外孕 请问 怀孕之后一定要吃复合维生素吗 一般是建议用 服用多种微量元素 加上维生素 因为这个微量元素 有的时候不能够体内产生 都要靠食物补 但食物又不足的话 就要通过药物来补充 请问 怀孕之后 穿着防辐射服来玩电脑 这样可以吗 我们一般 当孕妇怀孕后 建议你最好好好休息 不建议再去玩电脑 但是如果你工作 需要用电脑的话 应该是在安全范围之内 请问 怀孕之后才开始服用 叶酸晚不晚 不晚 任何时候你服用都不会晚 因为但是我们一般是建议 你在怀孕头三个月的时候 开始服用 但是如果没有服用了 也不会因为任何事情 去把这个孩子做掉 好 谢谢邓医生跟我们讲到很多关于生命的奇妙的知识 我们这个生命的旅程刚刚开始 才走到第三个月 后边的节目里面 还会跟大家更多的来分享 谢谢您的参与 希望今天节目可以给很多的准妈妈 准妈妈带来更多的帮助 希望您继续收看科教频道 其他的精彩的在会 您知道胎儿在妈妈肚子里 是怎样一点一点成型长大的吗 您知道宝宝在出生前都会做些什么吗 不同的孕周里 妈妈和宝宝该如何互动 借助最新的思维影像技术 健康之路带您近距离回坦胎儿奇妙的旅行 敬请关注